白白胖胖 蔥肉包出爐 掰開內餡 滿滿蔥香撲鼻 還有Q彈 豬後腿肉 彰化鹿港名店 阿鎮肉包 不只吸引觀光客 更有不少在地人 每天必吃 如今價格連番上漲 單顆漲三塊 占上25元大關 好吃就好了 好吃就好了 要去10塊而已 沒關係啦 漲漲漲 民眾也只能接受 店家說漲價決定逼不得已 因為光是原物料成本就已經撐不住 像是豬肉 後腿肉 從美金100元漲到140 漲幅4成 另外麵粉也漲 讓肉包價格從過去的20元 一路漲到25元 我在最怕接到 因為肉上卡的店會來了 三塊兩塊就卡這塊店 同時說肉要漲了 另外包括桂圓包 同樣因為桂圓肝上漲12% 桂圓饅頭也漲3元 不只肉包彰化在地小吃 也同樣因為豬肉漲價 價格明顯浮動 阿犬礦肉飯今年初才漲過 礦肉飯從50元漲到55元 人氣名店阿三霸丸及阿張霸丸 漲幅也達到一成 一顆霸丸要價55塊 東漲漲 西漲漲 如今因為漲價 剝奪了民眾享用平民小吃的 小確幸 記得全新聞裡面 並無朋心 章話報導